建模沒了 現在建模太難選到了 只能玩一下小恐龍 小恐龍 無版權隱私電影解說也不能看嗎 小恐龍 我感觉卡卡的今天 这伯父 怎么感觉卡卡 哼哼哼 折磨 还是小恐怖好了 没扫到他 放歪了一点 他又满血了 他打好居然不买多兰盾 他好难受 我但是要回家他更难受 因为我回家他会亏限 要回去吗 其实我在想我的娜要不要 试一下带那个爆破 要带爆破的话 舒服 纳尔的轻线太快了 那边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成一次回血 哇靠你太聪明了 你太聪明了我的朋友 是的 是可以理解成一次回血 操了 哎呦买错了 哎呀少了个血 算了少就少了 不是很需要这一下血 跟弹幕说话了 装备买错 想撤回 把鞋子也撤了 可以理解鳄鱼开大盆 差不多 是跟鳄鱼开大盆什么了 他没累了 卡房一卡 卡房一卡 我找到这一张 難受 什麼說 都折磨了 我操他賊難受 他要死了 又說你要死 太知識你們了 你要幹嘛 你搞不閃現直接暴我 閃現暴我不就死了嗎 不一定 閃現暴我也死了 有紅buff可以坐牢 一個回跳 Q直接上回 其他那省到的有點不意思 有點小帥 打壞人 我操晚好打納爾太折磨了 他還不買布甲鞋 他打好就能不能買多倫敦 他是不是以為他打羊 我這次回去 出來他不用玩了 我不覺得我其實覺得 玩納爾要比那個要好一點的為什麼你們喜歡 喜歡看喜歡想要我玩晚豪 晚豪這英雄真不強 他這英雄其實 一般說實話 一般說實話 他這英雄很容易被折磨 他就是只能 數值怪一點 你懂我意思嗎 這波被他殺了 稍微小裝了一點 他這英雄其實 短板真的很明顯 我再來個副腳鞋他就不用玩了 G Buff轉移 1300 唉數值怪就這樣 沒什麼好玩的 說實話 不如玩納爾 納爾不有趣多了 手又長 等級起來隨便壓他 玩好的英雄真強 上來先疊兩層 Killing Spray 要死定了 怎麼說這波 是9波只會玩能變身的英雄 不能變身的都玩不了 而且這英雄主要他不吃點燃你知道嗎 我還真推薦你們玩一下這個英雄 納爾這英雄是真不吃點燃的 就是他殺人他不需要用點燃你知道嗎 我的人類上單好像就只有船長和晚豪 那晚豪我只有近戰陣容才會選 玩好句好是金戰毒的陣容才會選 你別無法選 這東西其實短板特別明顯 操作不來為什麼呢 又他不是A代的A 你還帶線啊 玩兩把手就酸了 那一把 甚麼 什麼意思啊 卧槽你別來搗亂啊 你來搗亂我要殺你的 納爾的大招很快 熱殺不死你了 哼哼 陷阱掉了 我會變大了 我是會變大的 變大會加護甲的 變大你就打不動我了 但是他變小 他剛變小那段時間會很脆弱 就是 怎麼樣掌握 納爾的這個技巧就是 你要是變小那一瞬間 你只有一種情況是比較 優勢的就是你變小那一瞬間就是你 你從大變小 就是你如果大招 大納爾你把他打殘血的時候你變小 那基本上對面會死 但是如果說你 你從大變小對面是滿血狀態你就 需要拉扯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就 那個 怎麼頭了 怎麼頭了還沒開始啊 我黑錢才剛出來 唉唉唉唉 不好意思 唉 唉唉拿下手 你買